-我的店鋪 -勇氣 -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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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MNike,叫我A夢或E夢 今天來看下日版這個月的六星、六星胡桃 直接先來看技能的部分 原本的UB是單體的物理傷害 並且暈5.5秒,這個暈眩是如果被護盾擋掉的話就不會暈了 六星之後物傷跟暈眩的部分變成範圍的,然後還多了增加全隊雙防 持續補周圍隊友血量的效果 這個胡桃他很明顯就不是一兩動定勝負的類型 今天如果把戰鬥時間拉長,他可以讓整個隊伍生存,強很多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一兩年前的坦型防禦隊 就是整個陣容都超硬,配坦、補血、防禦BUFF這樣子 現在的版本也是能玩,可以再多配一個魔法俠 所以雖然胡桃的UB攻擊範圍真的是有點小,再加上傷害不高 很容易沒打穿護盾,但他可以提供的雙防增加真的是非常誇張 在3V3的防禦隊,甚至是部分的進攻隊都會有出產的空間 看怎麼搭配 日版的話,現在的環境又多了很多控場跟範圍傷害 例如裝午後的祈禮,應用上真的是非常誇張 出動的範圍控場太強勢了,連酒鬼的補都可以給他斷掉 所以整個環境就還會再被調整 以防禦為主的坦型防禦隊至少在3V3還是有點機會 雖然這個版本的坦隊跟當初不太一樣就是 還會再多放一些控場的角色 聯盟戰的話就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了 因為比起這種防禦角,聯盟戰通常會比較想用優衣這種 去受傷然後再補起來也可以增加UB次數 所以我會覺得能用到的機率不大 好啦,今天簡單的說一下日版這一個月的六星 就是一個PVP搭配上可能還不錯的角色 希望都能幫助到大家更了解他的性能 就到這邊,謝謝各位